用一種開花的花賣賞 以及牧樹草款來使用水樓 都明朗憲良講 其中營養價值相關 也最適合水樓 要好陸中可以自然就增加這樓 鹿茸的話 產質的話它有提升 提升是檢榕素 譬如說我們以前 從第一檢 第二檢 第三檢 它的平均兩素大概是在 大概兩百兩 那現在這種飼養方式的話 它的大概提升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主要是含血量更豐富 為了提升鹿茸對一百的低控力 農民老健康所搭建的鹿茸料 不然更耍窮酒 而且每天清洗 連放治療的地方都特別注重衛生 希望讓這些鹿茸可以吃得健康 睡得舒適 公路跟母路當成自己的子女一樣看待 每一天清潔的話 它的一些病菌不容易滋生 那水路在休息的時候 它的安定狀態會比以前好 所以它的產容量跟它的穩定度 也都會相對的提升 那養入這個環境 我會把它當成小孩子在看待 對出國性鄉農會是相當困難 並表示這種轉型的勇俗化 有靈性化和科學化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企業化的經驗風險 過去一個人只能照顧五十多的水路 現在透過新的風險 可以輕鬆到達到一百隻 人性化的養殖方式 再加上它科學化的管理 再加上它企業化的經營 它希望把養入事業 不僅有產業上的功能 更進一步的能夠在養入文化方面 能夠生根 兼具文化觀光還有產業方面 供去這樣的一個非常優質的產業 我們希望在流動的帶動之下 帶動整個國慶鄉的養入事業 能夠更邁向一個更高更深更美好的一個旅程碑 從對長久以來 逗中每一條平均一千塊左右的行程 農民流限量所不用出的逗中 每一條居是製造一千兩百塊 各共不應求 因此各信向農會 也向東元以來協助提供這款新的用手風險 並且關閉後 各信向市路外的農民 只要欠均情配合 逗中要恢復到早期一條平均一千五百塊的供給小 就不再只希望上 記者檢文宣 彩虹報道